其实总结我们今年自行车产业 大家可能会把今年看作一个比较平淡 或者是称之为 沉淀期的2023年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年的Q4 才真真切切的被影响到 我们想要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 就是企业文化的扎根跟理清 哈啰单车时代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已经来到2023年的Q4 最后一个月12月啦 那这时候呢就是一个 要带给大家更多更多产业资讯的时机啦 其实总结我们今年自行车产业 大家可能会把今年看作一个比较平淡 或者是称之为沉淀期的2023年 那其实这个就可以带到说 在过去三年疫情之后 发生了一些种种订单啦 然后货运啦库存 其实都让市场造成很多动荡 那这个时机点也是考验着 传产它的企业体质 以及它怎么去面对市场的变动 今天呢我们来到泰育工业 他们的品牌是 AURA 那就是想要带给大家说 让大家知道 泰育工业他们在这一个称为 自行车产业比较淡 比较低谷的时期 他们做了哪一些动作 做了哪一些行为 去加强自己的企业体质 那我们今天就是请到了 泰育工业的 Agnis 副总 大家好 我是Agnis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泰育这边 他的一些经验 以及2023年 泰育做了哪些事情 那首先想先请Agnis 跟大家分享 泰育工业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产品 以及你们这样子经历到 2023年的最后个月 你们今年做了哪一些事情 那我们其实是专门是在做 特殊合金的自行车产业的一个制造商 那其实过去比较多人会说 我们是车架制造厂 但是其实我要慢慢的帮大家洗脑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有稍微做了一些转变 就是说 我们不再只是过去的车架制造厂的 这样子的角色 其实有更多的角色是我们帮客人做 产品的一个整合性的服务 那所以其实我们从过去 我们只提供车架的制造的服务 到现在 其实除了车架制造服务之外 我们更多的是在前端 可能帮客人做一些结构设计上的协助 就是说 诶 客人他今天有一个idea过来 我要怎么帮他转换成他想要做的东西 尤其是在特殊合金上面 因为我们目前提供的产品 其实是除了钛合金 大家可能比较熟能详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不锈钢 根木钢 以及铝合金 那对 aura 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是 全材料我们都做 只要是金属材料的 我们其实都有做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方式 是因为其实 特殊合金它的应用层面 其实是相对比较广的 那我们把过去在钛合金上面应用的这些 呃 技术 我们把它扩散到其他的材料上去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协助客人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服务 那除了车架以外 我们在这几年其实也开始 做一些 比如说零件的一个制造 再更近这两三年更明显的是 我们其实也开始做所谓 焊接管材或焊接件的一个贩售跟服务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目前可以提供给我们 市场上的品牌 或者是工作坊他们的 呃一个服务项目 那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算是一个 整合性服务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不会只是单纯的做制造 车架制造的这件事情 当然这些有很多的 呃背景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的制程能力的范围深度 其实是很广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一个服务 对那所以其实这是 就是这几年 AURA的一个转变跟一个成长 然后以及我们现在其实可以 协助客人服务的项目内容 其实是是这样子的 所以原本是车架的制造 但是有往点信面扩展 对就变成说 前端的设计跟开发 客制化的这些细节 你们一并纳入你们的服务里 是然后再包含说 又有一些座管啊 棺材 焊接 就把服务再拉广 没有错 除了说你们在服务面去加深加广之外 那整个综合2023年度 你们有针对哪一些目标或者是定位 然后去操作或者是去多致力于哪一个目标吗 其实我 AURA蛮幸运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客群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可能是重度玩家的 大部分都是 那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在自行车产业 其实他们应该是在2022年的Q3Q4就开始被影响 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年的Q4才真真切切的被影响到 因为这个关系其实我们在这一年我们比可能比其他的厂商多了更多的准备时间跟空间 所以我们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我们在产业的这个国底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就持续有在关注 那也持续的在做一些比较前端的一个 比如说新客户的开发或者是行销面的一些运营的部分 我们就在更加强的力道 其实为了也是在准备说到Q4的时候 他的反应的状况的这一些 因为其实marketing跟转到订单这件事情 他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他不是说我这个月做完我下个月单子就会到 其实不是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对我们来说 其实真的是相对幸运啊 就是我们比别人多了一点点时间做这件事情 缓冲击比较长 对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2023年 比较大的一个改变是 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年初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是rebranding 那rebranding的这件事情 我们想要做其实并不是真的去用这个品牌 或者是直接去做销售产品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做rebranding这件事情 其实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 我们想要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 嗯 对这个我觉得是企业文化的扎根跟理清 那第二个 我们想要做 从我们自己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年rebranding会有几个重点就是 第一个 我们的企业文化 让它更明确更立体 再来就是 品牌的部分对于 消费者或者是对于品牌商的话 我们现在是以 元素品牌这个角色来诠释 那元素品牌可能在自行车产业的应用面上面 或许 比较没有那么广 但是在 电脑产业大家收支的比如说像intel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范例 就是说 我买 这个主机 我希望它的CPU是intel的 那它其实是intel的这个角色是协助 各家厂牌 它在贩售这件这个产品的时候 它的 能量可以再更强一点 因为intel它提供的附加价值 会让消费者愿意去 因为里面装的是他的CPU 所以我愿意买的这件事情 所以 现阶段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毕竟我们的客群其实 相对比较广 那我们的客户其实都是比较小众的品牌上 我们不希望因为这样的关系 而去跟我们的客户有直接的冲突 因为 我们会做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 其实还是希望带给客户更好的服务品质跟价值 对 那除了这几件事情之外 还有一个部分是 固定品牌其实这几年也一直很夯 那 我觉得它不是 就是这几年才 长出来的 而是说这几年才给它一个专有的代名词 叫做 固主品牌 对 那其实它相较的就是 你这间公司自己的一个文化跟内容 对 那 我们 今年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希望 我们对外 对内 我们的样貌 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们想要呈现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处罚点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二三年其实就会展开很多的项目 那当然不是说因为我做了品牌重塑 我才做的这些事情 而是说 品牌重塑的这件事情 应该说让我们整个企业更理解说 我接下来很多任务的展开 我的关键的核心是什么 我要注意什么事情 你不要走歪的路 对 所以这些事情展开之后 我们今年可能就有蛮多议题 比如说品质系统的议题 大家平常都有在做 不是没有 这件事情怎么样子可以让它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其实做 今年就是做 因为未来我们希望做的是TQM 就是全面品质系统的道路 那这些事情是要循序渐进的 因为 因为我们目前公司的规模 其实100人以下 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可是它的可以用的资源其实很有限 所以 你必须要能够 关键的去做分配 对 那有些事情 我就会认清自己的状态之后 适当的去做 安排跟调整 不要说 我外面要做什么 我就一直跟一直跟 因为 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那你就不要让自己去 承载这么大的 风险 风险 对 因为那个其实对整个企业的 因为那说 不见得是好事 对 对 所以 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当然碳排的议题 这个其实我们今年也有完成的 那 嗯 组织再造啊 那甚至我们可能 一直以来都有跟学校做合作 你说 持习生啊 或者是 产学 嘿 这个其实我们也都有做 那 只是今年的 产学 合作的部分深度是更 深更广 对 那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 二三年其实有 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 那 这些事情其实看起来它不是太过针对一个 面向 一个面向的那个其实就是整体发展的这个事情 我必须要把下面的这一层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要开始做 那上面的事情我要做些什么样子的方向的发展 我们也要开始做 这等于是全面的步骤 对 那你上对下其实它是要串联的 你做这些事情要去撑什么事情 其实不外乎企业还是要赚钱啊 当然 那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就是一直都有在讲就是 永续嘛 那你怎么让企业永续 你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去support这一些 你未来方向的支持 你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要展开项目 对 所以我觉得二三年我们其实做的项目就是 下面的这一些 那 品牌重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一更大的是就是 我们其实真的就是更清楚知道说 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 aura就ora参与字嘛 那我们重塑完了之后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 original original代表是 单纯 纯粹 初心 嘿 那再来 reliable 啊 可被信任的 然后advanced 创新的 这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啊 对 就是我们的初衷是什么 我们就继续往那个方向走 那我的 可被 可被信赖的跟就是 创新 你也可以说是持续改善 持续优化 的这件事情其实是 原本本本还是要回到去支持我的original 对 所以 这些事情其实会让我们在做策略 或者是执行面展开的时候 我们更具体 更知道说我到底要做 哪个方向 对 对 所以二三年我觉得最大收获应该 最大的工作事项跟最大的收获 其实就是这个 理解 对 其实刚刚Agnes有提到 品牌重塑 对你们来讲算是 今年 你这边也非常重视的议题 对 就是 先搞清楚自己真正是谁 然后对于自己的本体有一个倾弦目标 其实你才能继续做 像是要一些系统改善啊 或者是内部转型 对 因为刚刚Agnes也有提到一点是 自行车产业老实讲 九成都是中小企业 对 一百人以下的中小企业 对 那很多的品牌 或者是现在可能是 OEM 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没有 感觉 没有清楚说 知道说自己是谁 但是可能会去跟 现在好像要做永续 可是 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永续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我做永续就是 我怕 欧盟有开出这个标准 我一定要做 不然我没有订单 可是 没有搞清楚说 我的这个企业在做永续这块 我要先走哪一步 因为毕竟他还是有很多的步骤 对没有错 他的面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广的 自己要先梳理过 你要先知道说你到底是 要干嘛 对 理解 那回顾2023年 泰域针对这么多的面向去努力 那接下来因为毕竟已经到了 最后一个月嘛 那现在大家都在看可能2024 接下来的安排 那泰域目前针对明年的一些规划 比如说是展会 企业目标 内部转型 有没有比较清晰的方向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们接下来一年 会看到什么样的市场 我们在2024年的话 我们自己内部的几个大事件 可能就是 第一个还是 Marketing的部分 我们继续 继续做一个运营跟堆叠 对 那因为我们其实自己的官网 也重新做了 那里面其实有增加很多新的东西 对 那所以这一段 其实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去push 然后去影响它的更 更广的一个程度 对 所以Marketing其实继续做 那当然Marketing 当然还有包含 比如说Tray Show 就是我们观展或看展 那我们其实比较特别是因为 我们还有很多小展可以去 就比如说手工车架展 然后可能 各个区域的 我们可能都会去 可能跟客户做一个接触这样子 那也多了解 也说在这个市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这个资讯带回来之后 再作为我们接下来的研发的方向跟重点这样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持续的做精实改善 那精实改善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很多面向在做 就是第一个比如说是产线 产线它有可能是制程 那有可能是流程 然后流程可能有包含物流资讯流 嘿 那可能资讯系统的导入 或者是扩大运用的这些层面 所以在精实改善的部分 它其实面向很广 那我们都是继续做 一点点做一点点做一点点 都一直累积起来 因为它其实可以 大可以做很大 小也可以做很小 我们才11月的时候 我们才把我们二楼产线整个relay out 就是整个拆掉重做 因为刚好没有很忙嘛 那就整个把它打掉重练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 当然它有很多的工具必须要被使用 对 所以我刚才会说 前面才会跟大家讲说就是 精实改善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有空要多 可以多去涉略 因为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生产的这件事情 要被做改善 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 是大家可以多去探讨跟研究的 所以其实光这两件事情 可以做的事情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了 对 那你说其他延伸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会再继续捞进来 那至于碳盘碳排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现在还在关注 就是说特殊合金的制程 它其实在碳排上面 并没有很高的碳排量 对那你说它能不能改善 可以 可是它的改善可能不是以这个角度下去改善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做碳排 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启动 原因是因为我们正在观察说 碳排出来的东西 它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要从什么点去做调整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大点可能是我们 二四年的一个重点 会看的方向 对二四年会看的一个方向 那其他比较细部的东西就是会在看 这些事项展开的时候 它可能需要用到哪一些工具啊 或者是需要用到哪一些能力啊 我们在一直补进来 对因为它其实面向真的很光 你光marketing的这件事情你可能有线上 可能有线下 对那你看现在的社群媒体这么发达 你有更多的工具其实是可以使用的 没错 对那还有你跟客户的关系的这件事情 其实它都通通包含在marketing里面 对所以这个大概会是我们二四年 比较注意的一个方向 泰域在做整合 跟内部或者是企业形象的改造 其实算是蛮全面的去布局 那我相信这个的最终目标一定是也是希望说可以 当然是把客人的面向加广 然后也加深跟客人的连结度 因为以你们比较特殊材料的这些制造来讲 做的还是比较差异化 对那我想要就是听 Agnes 在分享说 因为其实制造业它有一个痛点是 它很容易强调我家的产品很好 对一直强调产品力 但是产品再怎么好很容易一直强调产品力的话 会一昧的去吸引很多 比较应该是说会吸引重度玩家 但是这个市场就会很局限 就变成我只强调我的产品好 但是我并没有去全面的布局 那又有很多的OEM可能会落入于可能是 底量啊 比价 消价竞争 可是你们一直以来都蛮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然后等于说蛮清楚说 你是看的客人是哪一个方向 那想要找的TA是什么 那我想就是请 Agnes 分享一下 你们在面对这样子 比如说消价竞争的这种趋势 你们是怎么样巩固自己企业的理念 我们都希望是以共好的角度去做一个处罚点 因为我要共好 所以我就得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以让大家一起共好 我做差异化 那我差异化怎么做 我不能让别人追赶上我 所以训练一下 我有没人红成的 有什么事情 我们是分析的 我们是许多余的 我们是有什么事 我们能够看 们对付款